正统教会所持守正统的圣经论是VPI 什么叫做VPI Werbal Plenary Inspiration 字句完全的漠视 Werbal的意思 圣灵的漠视 它严谨到一个地步 圣经里面它原来的原版 它每一个用语 每一个用词 到最后每一个字眼 Alphabet等等 都是圣灵的漠视 这个是Verbal 所以耶稣就说 这个世界都要过去 但是上帝的律法的一点一化都不会过去 然后Planary就是完全 也就是整卷圣经的每一部分 都是上帝的话 都是圣灵的漠视 圣经里面没有一部分 没有一个角落 不是圣灵的漠视 都是圣灵的漠视 完全 这个叫Planary Inspiration就是漠视 这个是VPI 当我们谈这个VPI的时候 Verbal Plenary 字句完全的漠视 那是指什么呢 那是指原稿 原版 英文是叫的 Autographer 原版 原稿 它一定是 这个叫的 Verbal Plenary 这个是完全没有错谬 也完全没有错误 它连错误的可能性都没有 无谬无误 Infallible and Inerrant Infallible 无谬 连错误的可能性都没有 Inerrant 就是没有错误 无谬无误 这是圣灵的漠视 原版 Autographer 但是那个新月讲师呢 在那个神学里面 他所教导的 这个叫做VPP VPP就是Verbal Plenary Preservation 简单来讲 他认为 上帝不单是在原版 Autographer的时候 字句整卷圣经 是完全的这个模式 他相信到了后期 有一些的古操本 上帝有 上帝按照这个古操本呢 他的这个古操本的 这个字句 古操本的这个整卷 完全的 都是完整的保存 完整的保存的意思就是 你原版一个 是字句的 完全的这个漠视 那你传下来的时候 不是有不同的操本吗 操操操操操操 那么这一派的人认为 VPP的人认为 有一些的古操本 跟这个原版的 那个写的那个原著 它这里是原版 这里是操本 这里是字句 完全全部是圣灵的模式 这里呢 它的字句 跟整个操本呢 也是有上帝特殊恩惠 完全的保存 意思是说 这个权威 跟这个权威呢 是一样的 然后你 你按照这个古操本呢 你再把它翻译成 比方说英文 它说只有 全世界只有一个英文版本 是叫做 圣灵的模式的英文版本 那个叫什么呢 King James Version 这已经来到一个极端了 原版这里 字句 整卷 旧业也好 新业也好 它整卷 没有一部分 不是圣灵的模式 这是autograph 有绝对的权威 无谬无误 然后延伸下来的时候 有不同的抄本 不同的抄本 VPP的这一派 他们相信有一些的古操本 他们的权威 是跟原版是一样的 为什么一样呢 因为这个抄下来的呢 它的每一个用词字句 整个操本 有上帝圣灵特殊的保存 从你写下来 到这些古操本的保存 人的权威 是等量习惯的 等同的 然后你再用这些的古操本 无论是旧约的古操本 无论是新约的古操本 他们有一个 一些的研究 哪一些的古操本 是拥有这样的一个权威 然后从这些古操本 你把它翻译成一个版本 那个版本是圣灵的模式 inspire它的英文字 就是King James Version 连那个New King James Version 都不是 只是King James Version 我们从来不会相信 任何的翻译本 有那个叫做绝对的权威 但是你注意我讲这句话的时候 不要使你信心跌倒 举个例子 现在和和本的圣经 你不能够说和和本的圣经 有绝对的权威 因为它是一个翻译本 你不能够说ESV的版本 NIV的版本 NSV的版本 有绝对的权威 因为它是一个英文的翻译本 但是我们相信 在这个过程当中 上帝会按照他的主权 保存他的话 于是我们今天还是说 圣经是上帝的话 这本圣经是上帝的话 上帝会保存他自己的话 还是有他的权威 但是我们就是要可以对照不同的版本 来看经文 上帝一定会保存他自己的话 一直到世界的末了 但是上帝不是保存版本 上帝是保存他的话 而不是保存任何一个版本 不管他是King James Version 不管他是New King James Version 不管他是NASB NIV ESV 现在许多人我们也知道 包括魏斯敏特神学院 他们都会认定 ESV是其中一个很有存谓的版本 因为它是依照旧约新约 希伯来文 这个希腊文 很严谨的一个翻译的一个版本 无论你怎么严谨 我们都不可以说ESV是inspire 我们不能够说 这个任何一个版本的圣经 它有绝对的权威 不是版本有绝对的权威 不是版本的本身 它是无谬无误 而我们的说法是 无论你任何一个版本 它里面它严谨的翻译 是上帝在他的话语当中的保存的那个权威 是跟当时第一个版本 original那个autograph 有等同的权威 这个是一个正统的说法 如果上帝保存某一个版本 有绝对的权威的话 我告诉你到最后会形成什么的结果 我现在问你 这是原版的 有绝对的权威 然后上帝也保存某一些版本 或者某一个版本 因为只有某一个版本 有绝对的权威到今天 流传到今天的话 你想象一下会有什么的结果 那个结果就是 很可能会把那本圣经 把它偶像化 把它偶像化 你不是拜上帝了 你是拜圣经 所以上帝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没有把任何一个版本 把它绝对化 任何一个版本 所以任何版本 我们都可以参考 但是无论如何 我们今天相信的是 他一写好以后 original copy autographer 他这个古超本 往前发展的时候 你就发现 还是有圣灵的保存 不过没有任何一个版本 或者古超本 是有绝对的权威 但是上帝还是会保存 他的话 因为启示话语的圣灵 同样的 他要保存的话 能够传承下去 一直到世界的末竟